各位鼎姊妹 平安 不好意思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一點技術的故障 但也無阻我們去敬拜神 除了我的聲音有點怪之外 好 願意我們在這個時間 彼此文安一下 真是怨神的愛 彼此來祝福文安 歡迎今天第一次來到我們當中的朋友 或者你最近來到我們當中 一起參與我們崇拜聚會的弟兄姊妹 也鼓勵你可以善用我們的Facebook 或者在我們的手機程式裡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Church App 方便你下載 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已經下載了 變成我們無論在任何活動的推廣 或者一些資訊 都可以在那裡來瀏覽 在這個星期 我們的牧者心聲 會由Pastor Karen來跟我們分享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Pastor Karen跟我們分享 在這段時間的生命故事 在這段時間裡 五月份的個人陌想 零月的陌想指引 也都放在我們的手機程式裡 請大家也可以先用這些材料 願意我們在每天裡 我們都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時間 分別出來去與神親近 使得我們的靈命 都不斷地去更新和成長 你剛剛在昨天裡 我們有第二次的幼苗護震 在上片裡也看到有很多的解放朋友 都出席 特別是昨天有機會接觸一位 他從Mississauga 來到Wishma Park 去取一些幼苗 也可以有些心得的交流 所以也很感謝主 讓我們都能夠透過這個平台 其實這個平台已經發展到過百人 在過程裡 我們在加拿大裡的一個生活 這個種植的生活 我們都能夠交流的同時 也讓他們能夠知道 我們都是一群很愛主的一群的頂姊妹 讓我們在接下來也求求給我們有智慧 如何能夠把福音帶給他們 一直都說的了 我們接下來暑假都會有一個兒童下領營 還有少量的名額 請大家盡快報名 我們會在六月第一個星期日 會截止報名 也都以討告來去紀念 在這個過程裡 也有籌位來預備 也求神去帶領 因為這次我們預計 是會比往年再多的兒童參與在其中 所以我們很需要求神給我們有智慧 如何來好好的 去帶領他們當中 也有些未信主的家庭 也求神去使用 所以在接著那個星期的星期六 我們就搞了一個同樂日 也求神在當中帶領 讓這個同樂日 我們不僅僅是一群籌委 或者負責兒童的頂姊妹 去在其中 我們都盼望我們整個恩全家 都能夠預留時間 在8月10日那天 我們都能夠藉著嘉年華 能夠可以祝福一些我們的輪社 特別是這群兒童的家庭 接下來星期六 我們又會舉行五月份的恩全體驗組 所以也請如果在座 仍然未有小組的參與在其中 種種原因 參與在其中的頂姊妹 歡迎你 下個星期六 十點半 就在這裏 樓上二二六七舉行的 到時就有機會再跟大家去 有一些交流 分享 特別讓你更認識恩全家的一些特色 上個星期 Pastor Ada 透過一個video 提醒我們在5月11號 我們都會響應Restore Canada 來到當中有一個報道籌款日 為什麼用報道不用報行呢 上次都解釋過了 不只是報行的 在過程中你可以緩步跑 或者透過單車 來到當中更加認識社區 也請大家踴躍地在當中報名 今個星期我們仍然會有SGBC的T恤 售賣 也盼望每一個頂姊妹都能夠 至少用有一件 以致到我們在一些聯合聚會的時候 特別接下來我們都會有Spring Camp 我們都能夠帶上去拍攝合體照 這裡有一個溫馨提示 Spring Camp 說著說著 下兩個星期就是了 所以已經參加了報名的頂姊妹 你應該在這個星期在電郵裡面 收到我們一個溫馨提示 你可以下載一些營前須知的事項 變成我們print了一些少量的hard copy 一會兒離開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外面來去撒取 這是第一個提醒 第二個提醒就是 也知道有些頂姊妹可能有種種原因 你還未能夠參加過三日兩日的營會 所以一個溫馨提示就是 因為我們全個教會總動員 就去了Oshawa的校園的campus裡面 所以5月19日那天的崇拜 所有這裡Israel的聚會 將會暫停一次 不過我們也會提供 同步的線上敬拜 就會11點鐘 11點鐘我們會舉行當日的崇拜 弟兄姊妹可以透過手機程式 或者youtube channel 來跟我們一起參與在敬拜裡面 所以請大家記住 5月19日那天 不要共我回來 為甚麼沒有人呢 請大家預留當日的安排 我們都可以在不同的空間場景裡面 繼續一起去敬拜